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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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上集 大力准备在薪水市新开两家分店 却遭到的薪水参联的阻拦 一众人准备过来找茬了 李老板 恭喜薪店开业 这些鸡毛和鸭血是送你的礼物 呦哼 我用不着 自己拿回去用吧 别最后搞得自己一身鸡毛 此处是薪水 狼狈的人肯定不会是我 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 说你只会做菜单上的菜 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我做什么菜 你跟着做 打电话的人肯定是老乔 逮到机会就给我找麻烦 但是他不知道我薪水的技能吧 行 你说了 永远别来烦我 我赢了 你就永远不能来薪水开店 今天咱们就做红烧茄子 这可是我的成名菜 看你这次如何下场 红烧茄子是一道历史久远的特色传统佳肴 也是大众比较喜爱的一道家常菜 此菜是素菜中的精细者 以茄子为主材制作成 颜色油亮 酱料咸香浓稠 茄子吃起来软嫩入味 其鲜香适口 配米饭吃极其适合 好了 出锅 你怎么还不动手 呵呵 炒个茄子 不还是手拿把掐 超级模仿 启动 随后大力起锅炒菜 出锅 我的红烧茄子 看上去卖相不错吧 这色泽 这茄子的清香味 跟我的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啊 听你的评价 应该是不用品尝啊 尝 万一你的菜须有其表呢 随后颠烧冻块 吃完几口之后 当场愣在田地 呦 这这还是红烧茄子吗 实在太美味了 既然如此 请回吧 大力脸庞冷峻 丝毫不给前来找茬的颠勺面子 可对方玩起文字游戏 行 我旅行约定 但薪水餐厅众多 别的店做什么 我可管不着 真够无耻的 但我也不怕你 就在俩人争执之时 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响起 三辆车停在了饭店门 林书兰 贵岛 马总出现 恭喜啊 小力 一连开了两家分店 开分店是好事 应该提前告诉我们 也好前来祝贺 我在薪水有些人脉 若李老板有需要 可以随时打给我 谢谢 多谢大家捧场 之前觉得开店是小事 才没告知各位 中午我炒几个菜 咱们不醉不贵 那感情好啊 我可太想念李老板的手艺了 随着几个大人物出场 颠勺被惊得哑巴呆住 心跳不由的加快 三个都是大人物 在餐饮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竟然亲自上门倒戏 哪里背景太恐怖了 不只是颠勺震惊 躲在不远处准备看戏的王府 更是瑟瑟发抖 吓得他赶紧上前道歉 见过几位老总 李老板 你也真是的 新店开业 怎么不提前告知我一生 不告知 你还派人送鸡毛鸭鞋 要是告知了 那还得了 颠勺自作主张 太过分了 我回去教训他 我有件事 还望王老板答应 不知道李老板有什么吩咐 我能做到的 一定答应 拿上你送来的鸡毛鸭鞋滚蛋 另外 欢迎随时上门找茬 不敢 我马上走 助理老板生意胜龙 王府一溜烟跑没影啊 他可不敢招惹餐饮街大佬 没人搞事 大力的分店 也算在薪水站住脚 随后他接到卧龙的电话 老板 不好了 有人来跟你抢媳妇 快回来 不然你哭都找不到他 不是 你们说清楚点 具体什么个情况 信号不好 挂了 真服了这两个老六 生子 几年不见 你愈发漂亮了 嗯 回国后 我可是第一时间过来找你的 嗯 生哥 你看我新买的黄金切尔西 好看不 嗯 本喵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刀逼刀两个半小时了 看不出生哥姐姐 没有聊天欲望吗 生哥 做我女朋友吧 不了 谢谢你来看我 天色不早了 回去吧 我铺垫了两个半小时 感情全是在浪费口水啊 他应该快回来了吧 挺热的哈 就是你来抢 不 来探望朋友的 大力和阿强对视 眼中爆发出强大的电流 两人都对对方充满了敌意 这家小破店是你的 哪里破了 我没看出来 要是眼神不好 我倒是认识眼科医生 我觉得你才该看一下 什么角色 也配合我抢生哥 阿强 饭店是吃饭的地方 你要是不吃请离开 别打扰大力做生意 吃 但我怕他下毒 正好我饿了 生哥 要不你做菜给我吃吧 做菜给你吃是吧 好好好 叶生哥答应后 阿强对大力露出胜利者的笑容 接着叶生哥和大力来到厨房 我把他赶走就是 你不喜欢 怎么还答应那无理的要求 我喜欢得很 凡人惊 让他以后再赶来找我 对了 卡罗莱娜死神辣椒 你还有的是吧 啊 哦 有的有的 随后叶生哥起锅炒菜 调料仿佛不要前世的的一脂肪 盐巴 咸死你 大娇 辣死你 这这这女人狠起来果然可怕 这菜谁吃谁遭殃了 也太吓猫了 但本喵只能说 干得漂亮 让他死缠烂打 起锅 重口味辣子鸡 随后叶生哥把菜端上桌 却迎来一阵彩虹屁 好香啊 生哥亲手做的菜 一定很好吃 随后阿强动快 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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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吃的话 可以吐出来 不用勉强了 好吃 好吃 你看我多喜欢吃 何苦跟自己过不去 这菜都不是给人吃的 嘴巴没知觉了 我得去医院看医生 可算是走了 锄头都没躺着来 凭什么挖墙角 大力 陪我出去散散心吧 大力当然不会拒绝叶生哥邀请 随后两人来到县城边逛边吃 年后的第一杯咖啡 年后的第一份蛋糕 年后的第一份酒转大肠 不知不觉 过去了两个半小时 两人又点了一份干锅鸭 偶尔欢欢口味也不错 快冻快吧 是啊 每天吃你做的饭 都快忘了外面的饭什么味道了 就在叶生哥准备冻快的时候 却尖叫了一声 这这这 锅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我去 居然是杰瑞 要不要这么离谱 我瞬间没食欲了 老板 你过来看一下 看什么 你最好有事 我很忙的 这根是什么东西 它不就是压 压 我去 小杰瑞 关上来的时候 怎么没有发现 这下问题变得严重了 瘟医是请宣扬出去 这是要完蛋的节奏啊 也没个解释 我们不吃了 退钱